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银牌作品个人阅读桌改良结构是工业设计学系谢建明老师设计的作品 谢老师指出阅读桌上面有可旋转的屏风罩 屏风罩平时是区隔临桌的屏风 当阅读者必须暂时离开座位时 可以将屏风罩由上而下盖住桌面 并上锁保护个人物品的私密和安全 我们从原有的阅读书桌的结构 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特色就是透过可以旋转的屏风罩 可以照住整个桌面 那所以当使用者暂时离开座位的时候 这个整个屏风罩是可以保管住整个它的物品 生智学院院长许他研发的一种生产生物活性成分 蟲草树的方法以二阶培养基 经由菌体固定化技术来提高 蟲草树在发酵产成的产量 获得台北国际发明展的铜牌 这个蟲草树在全球的市场 大概一年大概是三亿五千万美金 那么我们换算成台币的话 大概就是一百亿台币的一个市场产值 所以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 未来是一个抗癌的新兴的一个产品 我们利用蟲草的菌食体部分 然后这样在固定在锦丁巨场上面 然后可以促进它大量蟲草树的伸展 然后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有到业界去说 我们去实作 去实际操作 因为我们这个研究 已经有在1.5公升 1.5吨的发酵草里面 已经开始有生产 徐院长强调 永虫草所含的生物活性成分 虫草树是东虫下草药材的30倍 这项技术已经能够在工厂 1.5吨发酵草中进行大量的生产 产值上看亿元 大夜人新闻流星笑里贵妹 采访报道 好 谢谢笑咯